大闸蟹的几种保存方法 大闸蟹是一种需要精心管理的海鲜产品 我们在保存大闸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存放技巧 接下来我就教大家几种保存大闸蟹的方法吧 第一种 冰箱保存 选活力旺盛的大闸蟹然后放在冰箱的冷藏柜 盖上湿毛巾保存就可以了 每天吃的时候先挑选活力不足的吃 活力足的大闸蟹可继续保存 第二种 塑料盆保存 把阳城湖大闸蟹放到塑料盆里 然后加水至大闸蟹身体的一半高 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湿 气温不高的时候大闸蟹保存可超过五天 特别提醒一下 如果不是马上吃大闸蟹的话 千万不要用水洗 不然螃蟹会死的